大家好 開心又見面了 分享曲奇卡時間 今天抽到了4張卡 太陽卡的部分 付出無所求 有緣能夠來到超級生命密碼系統裡 就應該確實按部就班 先小陳獨善騎生競速精進之後 立願發大臣之心 福則領你 奸善天下 讓眾人因你而受惠 而你內心卻絲毫不拘功 付出無所求 太陽聖德導師 今天抽到這張卡 給自己的就是 提示 一定要按部就班 基本功 要落實 同時不拘功 所以給自己一個提示 是否這兩天有怠惰之心 同時有鞠躬的心態 如果自己都沒有精進 又如何去幫助別人呢 不如務實的在自己成熟的情況下 進而去影響周遭的親朋好友 或是左臨右舍 影響一個人等於間接影響一個家庭 影響一個家庭 等於足以影響一大家族 就好比一粒小石頭丟入湖中掀起陣陣涟 一切順理成章 就這麼簡單 告訴自己要落實基本功 第二張卡 封聖卡 很巧妙的就是 抽到落實地止規 實修最重要 要扎扎實實地 將真理實現在生活中 而地止規 藝書中所闡述的提示 天地真理 它足以讓我們變成一個好的自發體 去影響全世界 太陽聖德導師 感恩導師 這張卡給自己的提示 也是 地止規是必須每天要去讀一篇 去檢查自己有沒有習性體的改變 察覺自己的習性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在存錢的時候 譬如說在存錢 但是一直在花 入不敷出這樣子 或者是 累積得之糧 就好像累積在一桶水一樣 那水桶 有漏的部分 怎麼裝水也不會滿 這就是同樣的道理 那 跟剛才那張卡一樣 就是要落實實修非常重要 實修不是喊口號 一定是要扎扎實實 一步一腳印 也就是透過牌卡提醒 你自己第三張卡抽到的是 休息沒有假期 連續三張都是同樣一個 不能偷懶 不要想說休息一下 一喘口氣 今日達成了某個休息目標 這只是往前邁進了一小步 不能因為前進了一小步 於是就等三年再走下一步 因為在未來 目標的圓滿鏡上必須24小時 沒有停一些的精進 太陽聖德導師 這一張卡非常的重要 要不斷的精進 而且是秒秒GPS 秒秒精進 秒秒感恩 所以要一直練習 不斷的練習 因為來做人真的明白之後 沒有休息的本錢 因為一休息就是往後 往下掉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而且連續性的運作當中 形成的能量場會非常的強大 但是一休息可能之前已經熱機了 突然又冷掉了 所以這個要提醒自己非常的 時時刻刻不要想偷懶 第四張卡抽到的是要親身去驗證 需要親身去實際體驗 依據太陽聖德導師所言 給自己一個驗證的答案 唯有從中獲得美好的回饋 才有原動力去徹底執行 太陽聖德導師 所以在自己要去實修實練 也就是自己要去 將所抄馬所交的每天去落實 自然就會感受到 妙不可言的事情發生 有了這種事情 天地的愛的回饋 我們自然會越加的有動力 這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同樣四張卡給自己的一個訊息 就是實修實練 先把基本該做的事情先做到位之後 再忙別的事情 感恩老師 感恩大家的聆聽 還是跟大家邀約 即將來到的下星期一天 在園林演藝廳 非常棒的一場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愛與感恩驚喜分享會 要誠摯的邀約 我們有愛心有福氣的 周渣的邻里朋友們 可以朋友相約來感受一下 或許生命就從此改變 生命因為有愛 無限寬廣無限的美麗 因為有愛 生命從此放光芒 終於講好了 感恩大家的聆聽 祝福大家明天見